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火意外变成死神拯救世界的故事 作为漫画死神的电影,还原度还是值得一看的 话说在人死后,灵魂便会脱离肉体 然后由当地的死神送到失魂界的流魂街 而如果是运气太重的人死后,则会变成邪恶的虚 被死神斩杀后才能送到失魂界 咱们的男主黑奇异护是一个可以看到幽灵的高中生 由于有这个超能力,自己总是被卷入一些幽灵现象 虽然自己是人类,但是灵压一点都不低 传说,虚吞噬灵压越高的灵魂便会变得越强 在一户小的时候,她有一天遇到了一个流浪的小女孩 而她不知道的是,这个女孩竟然是一只邪恶的虚所幻化 母亲无言无故为保护她而死去 这天晚上,一个小妹子传进去她的房间 妹子是她执行任务的死神,小木露奇亚 最后,一只战斗力不低的虚也被一户的灵压吸引 奇亚随即与邪恶的虚展开战斗,再打得见 死神奇亚被虚给打伤,眼看着几人都会被吞噬 关键时刻,奇亚用斩魂刀将自己的死神力量输入到了医护的体内 一下子,医护不管打伤得虚,而且还意外成了扛着巨大斩魂刀的死神 这把刀越大,意味着主人的灵压越高 第二天,医护没识人一样的去上学 没想到,奇亚竟然也来到了学校,她前面准备拿走自己的死神力量 这时医护才知道,自己只要被她揍,就会灵魂出窍,变成死神 而奇亚在强行拿走死神力量的时候 发现医护失去死神的力量,便会随着死去 没办法,为了留下医护的性命,奇亚只能跟着医护慢慢训练她 让她伶牙升高,再取则 从此,医护的悲剧日子开始的要遭受各种非人道的训练 肚子里也是窝里肚子的火 或者之后,奇亚将力量伤给人类的事情被各个发现 在死神界,伤给人类力量,便是死罪 随即,灭杀医护的死神开始来到人类世界 藏匿在班上的同学,石田羽龙,也坦言了自己是灭绝师的身份 灭绝师是死神之外的,另一个非人类存在,一把弓箭可谓是无敌 慢慢的,奇亚和医护也渐渐有了感情 奇亚思想向哥哥请罪,求他饶过医护 这一幕刚好被医护看到,医护为了替奇亚将功赎罪 承诺杀的一只逃了54年的邪恶虚 在这之后,医护终于知道奇亚训练她的良苦用心 只要自己变强了,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 当母亲近日这天,传说中的虚再次现身 而这时医护才知道,这家伙就是当年自己看到,并且杀掉母亲的小女孩 这下是新手救援一起算 这货果然是战斗力爆表,一下就从女孩形态变成了硕大的怪兽 医护一把刀子,除了砍掉她不断生长的触角 连她的真身都碰不到,最后还被怪兽给碾压 还好在僵尘之下,那具狮语龙即时出现,救下着她 最下是近战加辅助,胜算是大了不少 打到最后,趁着怪兽将医护抓到的时候 羽龙射出了关键一箭,将怪兽的眼睛打瞎 医护则顺势一刀,结束了虚,不以为一切都随着结束了 别想到,羽龙突然就被扎得心,见少死神规则的哥哥 执意还是要将两人一同处决 这一下,医护不管怎么样,都不能看到奇亚死去 拿起斩魂刀,并跟他们拼死干了起来 可毕竟是参加选手在老司机面前只能被完全碾压 也跟着医护就要死在哥哥的斩魂刀下 齐亚最后求着哥哥帮过医护,自己愿意回死神界,接受审判 并且将所有人类的记忆清除 最后,医护的死神力量被夺走 虽然解脱了一命,但是失去了齐亚和这段记忆 故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每天一部小题,欢迎大家关注 本的作品来源,日本电影《死神真人版》